前经济部长早上欢迎 农业部部长陈俊继走马上任第一天朝气蓬勃 经过25年历练在熟悉的单位换上新身份 纵观全国农业各层面议题 部长充分准备叙事待发 我是四五万出身的 但是相对的我还是坚持专业 所以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同仁都是用专业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去处理问题 只要能够愿意彼此倾听彼此的声音 在政策的讨论上面来讲 我想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好好的沟通 打开简报侃侃而谈 从极端气候影响作物产区板块位移 到国际农产品市场调节机制 部长陈俊继仔细剖析台湾农业面临的挑战 像是台湾一年四季盛产多样香甜水果 该如何开拓销售同路 避免天灾让农民不再需要看天吃饭 又或是面对纽国低价进口牛乳来袭 该如何强化国产牛乳竞争力都已经有所对策 确保农民权益整个网络资讯 推行农事服务 农业部新气象要成为农民的靠山 打造智慧农业永续环境 明日新闻高杰涵 陈生涵台北报道